LAYO 了世紀天行榮心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伯利典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迪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順著的文明是伯利典人 伯利典人最大特色是他的工兵單位 射程是有細沒有最遠的 但是他的工兵沒有母子環 就意味著他的攻擊速度會比其他有母子環的 工兵文明稍微弱了一點點 當然可以藉由自己的操作利用這個射程打擊 往往還是可以取到一些不錯的戰果 那伯利典人他的吃羊 這個驅化動物的吃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前期其實也很適合打這個三棒棒或是落馬開局 都是相當適合伯利典人 那伯利典人後期也可以打起兵 去針對對方的戰毛兵 或是轉中頭去克制對方戰毛 對自己的工兵進行打擊 那伯利典人對我來說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步兵騎兵工兵都是能用的 但他的缺點也很明顯 沒有火炮 所以後期需要用到長射程的工程器械的時候 還是需要用到他的精冠技術 戰狼巨型投石機進行反擊 好接下來介紹一下蒙古人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吃羚羊 這種野生動物呢 吃的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蒙古人跟不利典人 兩邊都有相似之處 一個是吃續養多快 一個是吃野味速度快 所以蒙古人前期也很適合打這個棒棒 或是落馬開局 那以蒙古的特性來說的話 還是落馬開會更好一點 那蒙古人的落馬呢 到了輕騎兵的時候呢 也會有血量加成 那蒙古人呢 他的馬功呢 是有勢贏面 攻擊速度最快的馬功文明 那後期的蒙古突擊一成型 連工程器也可以瞬間解掉 畢竟蒙古突擊的特性呢 就是打工程器傷害特別高 連衝撤也可以瞬間解光 那蒙古人的後期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走這個大落馬 還有馬功路線為主 後期也可以轉出重型投資車 或是大衝車 一舉都更 敵方的這個建築物 也是相當適合的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封建師帶會怎麼打 那這邊我們前期要注意的這個觀察重點 是這個前期有沒有蓋模仿 像蒙古這邊是單伐木場 然後開下均嶺 這裡就沒有開模仿 沒有開模仿的話 待會升級就會很快 這邊可以考慮打個17P 或是18P 做一個極限肉馬壓制 那藍方是蒙古 後方是伯利爹 那出生點位 後方是在7點鐘 藍方的話是在大約2點鐘的方向 那邊也是一個對角線的一個對決 好 那蒙古人這邊是三棒棒開 不走肉馬 但是還是一個高速升級喔 17人口升封建 現在的蒙古都這麼快速的玩 看了幾把的頂尖高手們 蒙古人最近的升級速度落在17-18P 比較常見 好 那這裡看到伯利爹 欸 這裡補軍銀 你還在慢慢補 我要來敲你的木牆了 還是要直接去打後方村民 這裡目標是後方村民 但這邊會繞過來 繼續抓老單村民 這邊由於後面補了一個木牆的關係 右邊這個軍銀還沒有蓋好 好 那伯利爹這邊有可能會轉打工兵了 這個射箭場 好 直接把射箭場補在了伐木區 伐木區這邊有可能會被圍 好 這裡要趕快圍 不然要走過去了 哎呀 這個射箭場可能有點難受了 好 直接被裝甲步兵 點掉了一隻村民 哈特這邊蒙古人 升級裝甲步兵 打得真的是兇啊 好 三隻中甲 配上弱馬 這邊的壓力給到非常的十足 MBL 這裡有點尷尬 該怎麼去應對呢 先轉出了一隻毛兵 他是不是偷了織布技術啊 哇 難怪剛剛那隻村民直接被秒殺啊 沒有織布技術 那隻村民死得不冤 確實該死 這你都敢偷啊 MBL 好 那哈特這邊呢 也已經補下了這個 織布技術 那MBL這邊是偷織布 上封箭實彈 心臟確實大剋 對上蒙古敢將打 完全沒有把哈特的三棒棒 開在眼裡的感覺 這邊過來偵查一下 家裡有轉射箭場了 這邊毛兵可能要多按一點 待會一擊射也要早點補下了 進入一個持久戰了 毛兵可能從下面出來 院裡面要放出來很麻煩 這裡直接避退對方中甲步兵 這邊繞了一圈 看了一下對手的家裡地形 好 這邊放在這裡 讓你知道對方的家裡地毛長什麼樣 這邊開始變成你追我跑 好 MBL這邊先穩住一下農田的肉量 等肉量穩定之後 待會再補這個冰工廠 好 冰工廠差不多要來補了 再不補的話 待會工兵過來 手太短 可能被壓在地上摩擦 好 這裡的田直接先補了一圈 好 冰工廠這裡還沒有補下 對方工兵已經來了 看到這邊的操作 五隻工兵配一隻肉馬 但工兵單位肯定是不會跟毛兵去打正面的 上方的中甲步兵再次做到的事情 直接擊殺掉了一隻村民 MBL趕快拿著村民去解掉中甲步兵 這一隻刺頭也想趕快反擊回去 結果自己的刺頭直接送掉 這MBL受不了了 趕快補下冰工廠 這個冰工廠不補 生活真的無法治理啊 好 黃金趕快挖 這裡開始轉出工兵單位 好 那哈肯蒙古人 這邊是要繼續打工兵 打工兵繼續按 但也轉出了肉馬 兩邊封建時代打的都是蠻兇狠的嘛 所以我們有想要緩緩 停兵 然後轉城堡時代 那邊還是盡可能的在城堡時代多打一點 那高手我們的城堡時代 封建時代 反正是往往可以拿到很多優勢的一個時期 所以他們都會選擇大部分時候去嘗試封建打久一點 除非遇到那種天堡 才會直接正面為死 開農上去 不然大部分封建時代 還是要講究一些操作的 唉唷 這邊射掉了 哈哈 剛剛想說這個不收村嗎 本來一收村射掉了這隻肉馬 我調體了哈 好 這裡一收村 好 再放出來 毛兵快來防守一下 好 布列典這裡有點缺木頭 那布列典這邊呢 是可以考慮去轉出雙射箭場 因為布列典上城堡時代射程加一雙射箭場 連接奴兵的三級了 這個節奏來說是相當好的 那在蒙古在前期取得了三吋的優勢之後 往往會直接轉龍 然後升城堡時代 打一個城堡時代轉草原騎兵 或者是轉這個蒙圖3TC開龍之類的 會拿到一些優勢喔 所以哈特這邊應該是沒有打傷 要繼續打側面的 這邊工兵應該是要互換的 換掉了幾隻單位 肉馬趕快一直打毛兵 OK 果然哈特這邊是升城堡時代 那這邊確實是哈特想要的蒙古節奏 好 家裡圍石 生日時代就是要圍石喔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好 那這邊前面補了一個馬就 雙馬就 看來出草原騎兵的機率高達87% 但是草原騎兵有個弱點喔 是比騎士還要害怕箭矢傷害的哈 騎士的話是兩點遠方 草原騎兵的話是只有一點遠方 所以草原騎兵呢 打起來還是相當怕箭矢 血量來說也是比騎士少 但黃金造架呢是騎士的快一半左右 所以草原騎兵在蒙古文明來說還是不錯用的 畢竟有血量加成 所以這個烈士的地方反而會顯得不是那麼的有感 好 那MBL這邊是和城堡時代花了一些時間 而且這邊投資了一個劍塔的關係 待會上城堡時代也不能3TC開農 黃金時代補一根劍塔真的是很傷經濟喔 待會看要不要找個機會去挖石頭 但這邊如果直接轉開農路線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對方一波給打爆 自己的部隊單位並不是非常多 好 那這裡抓到了這邊突襲的工兵 MBL這邊的預判相當正確 這邊果然是轉出了雙射箭場嗎 三射箭場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啊 那這裡一擊挖金 待會要找個機會點打工兵 那這個挖金 工兵或騎士挖金都要記得點 待會要找個機會點一下挖金技術 還是他很經典 剛剛可能有Lost掉 好 那這邊MBL就跟我想的不列點一樣 是這個射箭場 然後節奏就去按工兵 快點上去去出工兵會比較好 好 一擊挖金終於補下了 這個是很關鍵的科技 這科技要是忘記點了 待會三射箭場可能是很難應付 這個工兵的黃金喔 好 這邊節奏很好 十四隻喔 十四隻喔 這邊效率真的不錯 好 為了一點呢 現在團隊加成了 射箭場也會增加10%的訓練速度 所以這邊趕快點下農兵二級射 就去按出弓兵 欸 這裡是不是弄快挖飯 還好沒有 這隻騎士看來要被 看來要打掉這隻弓兵啊 好 MBL這邊可以考慮要不要補個大學 不列點的話 早早下大學 演下彈道學 給的壓力是非常足夠的 好 這裡決定買賣一波 看來是想要開TC 買了一百石頭 好 先開在右邊這個位置 確保下墓區的安全 還有這個礦區 有地方可以 讓村民可以躲到城市中心裡 不然這根劍塔只能躲五個人 待會騎士數量亦多 直接硬騎喔 這根劍塔是沒有辦法守護這邊 打量人命的 好 MBL走的是一個比較安全的打法 沒有想要樹上城堡 不 樹上這個大學 去點彈道學的做法 最近前期已經被騷擾了 前期開局死山村 經濟來說是稍微落後於蒙古的 蒙古這邊也是經濟型開局 雙TC邊出兵邊打的一個流程 好 但沒有彈道學 這個距離的話 通常是射不太到敵人的 好 這邊騎士可能要上囉 好 這一波 騎士往後 左邊騎士要衝了 這一波包夾看一下 這邊直接滴掉房子 從下面騎士過來包夾 後方騎士可能要繼續往後走 繼續包 好 MBL直接鑽到這個洞裡面 鑽小洞 趕快繼續射 好 這個工兵就不用空了 趕快把家裡給空起來 轉出修道院 好 那大學的話 可能會比較慢上這個 半道學 現在這一波 工兵被解掉之後 HOT的壓力小了很多 畢竟工兵單位一旦讓對方成型之後 真的是不好解 那會比較建議20隻 所有的工兵再出門 20隻這個數量呢 通常是只要全部集火 打到一隻騎士的話 只要集火兩次喔 就可以收掉一隻騎士 相當不錯 所以通常高手呢 都是20隻工兵喔 才會出門 好 那蒙古人這邊是 點下了二級伐木 不列店3TC 瞬間開農起來了 那不列店的城鎮中心呢 也是造價很便宜喔 木頭只要100多塊 然後這可以上百石頭 就等於是一個伐木場的價格 配上一百石頭而已 好 NBL這邊 待會也要找個機會 點下二級伐木 跟這個一級農田 自動撒天有取消掉嗎 來看一下NBL的細節 好 有取消掉 這樣就不會自動撒農田了 不然又要再繼續撒第二片農田 待會會越撒越虧喔 看要不要先賺個工兵 點下一級農呢 那個肉如何 去點下 這邊收村 騎士這邊一直繞很麻煩 這邊要等待生侶 好 大水也補下了 NBL這邊是全都要 結果一過來 吃到了投石車的傷害 砸掉了非常多的工兵 阿特這邊的防守做得很好啊 雖然這邊也點掉了一隻村民 但是相當不划算啊 工兵再次被壓回去 好 NBL 點下了彈道學 工兵回來補一下 現在只有十隻 但是加力加起來的話 還是有二十隻啊 那現在的話 對方有投石車的情況不太好解 而且不列典人也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遇到投石車通常都是用工兵直接點 打個V陣 然後去用騎士 或是用招翔道的騎士去解這個投石車 不然就是自己要轉個工程七隻造索 出投石車去應對敵人的投石車攻擊 好不列典這邊三TC繼續按村民 好這邊高打滴要注意喔 這高打滴要是拍到 弩兵的話是會一發暴斃的 哈特這邊 哎呦 直接點掉村民 細節有拉滿 不列典開始修操作 射程來到了 這個應該是八點射程 五加三 正常的弩兵城堡實在是七點射程 但投石車的射程呢 也是七點射程 所以不列典呢 他這邊是有一點射程丟失 所以我們才會說 不列典要怎麼解投石車用工兵 有些新手們可能會覺得奇怪 欸怎麼工兵單位用投石車 而用工兵單位去解投石車 這樣對嗎 不列典的話是修操作是辦得到的 好 MBL這邊直接斷村 升帝王時代 城鎮中心的閒置時間 來到了11分 看來是想要趕快速升帝王 然後這一坨工兵 再加三級射 而且待會升級帝王時代 又再加一點射程 待會解這坨投石車 就會解得比較輕鬆一些些 好MBL這裡補下一級農田 終於要來復更農田了 這坨工兵千萬不能送掉 一送掉遊戲就要結束了 畢竟自己斷村還要跟對方打後期 但是利用這一點的射程優勢 做到了很多事情 一直poke人家的工程器單位 後面其實是數量越來越多 來到了15隻 蒙古人這邊沒有想要打算速升帝王 待會看到MBL升帝王的話 可能會先打個一波 打個一個地出空窗期 那MBL這邊升旅可能要再考慮再補一些 還是繼續出空兵就好 還是要歸鑽一波長槍兵了 這邊升旅有三隻 HART應該是認為MBL這裡應該是正常的打法 沒有速升帝王 好 投石車直接砸掉生旅 三隻生旅想要遭翔騎士 結果一隻騎士都沒有遭翔到 讓MBL白白操作了生旅 這邊直接用長共射程優勢 把投石車又再次打了回去 帝王時代 還有 短短的5秒鐘 MBL要不要再等一下呢 再等一下吧 投石車又來了 好 帝王時代一到 哇 直接點射 點掉了三台 投石車 三級射趕快上 射程變成5加4 待會射程變成10點 可怕的不列顛長弓 不是長弓 不列顛強弩 後來就要成型了 好 這邊能炮 想要解一些工兵 但是解不太完 雖然真的有點多 好 化學也補下了 三級射好了 射程來到了5加5 但這個還不是不列顛的強弩最大射程喔 待會還可以再去補這個 易勇騎兵科技 去增加一下自己的工兵射程 好 那化學這裡補下 補下化學之後 待會傷化又再提升 待會強弩也再補下 攻擊力變成5加4 好 強弩的話 就變成6加4 10點的傷害 直接打在蒙古人的臉上 那蒙古人的騎兵呢 相對來說 也是比較害怕工兵單位的 沒有三級馬凱到地龍時代的話 坦度還是需要靠這個肉馬 或是草原騎兵喔 血量增加效果去爭取一些時間喔 那後排的輸出可能還是要考慮這個 魔物圖技 那如果魔物圖技要打這個長弓來說的話 是相當不利的 畢竟這個射程來說 是非常有利的 除非魔物圖技數量很多 而且要全部滿基鐵狀況下 打長弓才會有比較有巨大的優勢 好 這一坨蜂兵直接藏到了後方 這裡強弩 不是強弩 強弩還有15秒 強弩大概4秒生蠔 好 這一坨弩兵要卡在這個位置呢 射掉了一些村民還不錯 但上方這隻弓兵還在努力求生 然後MBL到處開TC 上面又補了一個城鎮中心出來 5TC開弩 然後強弩直接走到你臉上 跟你say hello 這裡也要中城堡了 這裡也不知道這裡有一根城堡喔 大家走進去有發現 好 MBL反應很快喔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走到路途中喔 可能到這裡啊 才發現 然後就想通了 直接送掉 MBL反應速度還是偏快的 那摩古人遇到不列典這個打法的話 通常還是要用騎兵科技喔 去壓制對手會比較好 像是草原騎兵啊 或者是打這個大洛馬 都是可以考慮的 當然騎士也是ok的 那用工兵單位去解強弩的話 自己沒有三級的工兵台價 還是很容易射輸對手 而且蒙古圖技一定要滿基鐵的狀況下 再去打才能打出比較大的優勢 好 MBL這一坨強弩控到了很多農田的時間 這已經不虧了 而且讓這邊大部分的村民都收村 MBL這邊村民數越來越多 開始追上了蒙古 蒙古這邊算了大洛馬三級工 這回要稍微買賣一下嗎 槍弩走了過來 這裡收村 這裡要圍嗎 應該沒有必要喔 因為槍弩收村很遠 不趕快跑的話就沒意義了 好 騎士這邊上前 直接把木牆給低掉 但是低掉木牆反而讓槍弩有了移動空間 好 這裡要點村民嗎 好 這裡要繼續點騎士 繼續點騎士 好 左邊又有一坨工兵走了過來 哎呀 你右邊村民都收村 那我就來打你左邊 走一個雙線進攻 好 中間這一坨強弩可能要被曝光 這一坨強弩弩掉的很快 大洛馬上來之後 迅速當成了坦克 後方騎士當作主輸出 設計改進 好 大洛馬現在也有11點傷害了 7加4 那騎兵單位現在遠防是4點 大洛馬的話 防禦的話是差不多 也是4點 兩邊都是一個 二級馬凱的狀況 所以大洛馬跟騎士的話 其實大洛馬還是可以做到 滿多吸傷害的作用 好 這邊工兵可能要 去做拉把 那不列列遇到這種騎兵打法的話 工兵數量繼續出 轉一些騎兵來喔 也是不錯的喔 騎兵扛陣線 正面 然後後方的強弩 當作主要輸出 那哈特這邊農田被騷擾到一波之後 繼續轉肉馬嗎 還是要轉一些其他崗位呢 好 這一波 喔 又一坨的工兵過來了 MBL 太狠了 這裡射箭場 四個一直在按牆弩啊 那牆弩的優點 還是生產速度快 比長弓還要快 這裡是需要透過射箭場 生產出來的 而且還有這個生產加速 10%的加速 城堡的話 就要需要大量城堡 才可以去出產生長弓兵 好 這裡長弓兵 又射掉了幾隻村民 哈特蒙古打不利甸 果然還是相當痛苦 到了帝龍時代 蒙古人能打不利甸的打法 就只有騎兵這條路能走 蒙古圖自己的話 一定要相當大後期 才可以轉得出來 但這個時間點 農民只要一進到 強弩的射程 都會被點掉 哈特這邊 平民前面打得非常舒服 但是到了帝龍時代 突然可難受啊 MBL這一波 斷村 閒置TC 來到11分鐘 然後速升帝龍的打法 真的是很有料 這邊直接手濕劍塔 用這個超舒服的射程點掉 哈特開始要打游擊戰了嗎 這邊打不贏 那我就打游擊 不跟你拚拳 硬剛沒有用 那我就拚拳 這邊要包了 這裡不衝的話很可惜 但是MBL這邊 這邊 攻兵有兩坨 哈特這邊 直接被 破 滴掉了自己的射箭場 讓自己的肉麻有輸出空間 但肉麻 終究是肉麻 傷害不是那麼的好 打了很久 還沒有辦法打到這一坨 哈特打錯了GG 我們恭喜MBL 出了165隻的攻兵 結束了這場遊戲 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哈特拿到6000多的資源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這一把MBL打蒙古 打得真是漂亮 雖然不列列在前期的狀況 確實很容易被蒙古 按在地上打 但MBL最後還是堅持到了帝王時代 用自己的工兵 打出了自己的工兵優勢 最後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